台北文山区吴靖兄弟有财务纠纷 哥哥日前开车冲撞弟弟夫妻 弟弟的妻子被撞谈飞送一住院 哥哥今天带两瓶汽油到医院 察觉被逼发现搭计乘车离去 警方拦车盘查时 吴贤靖朝派出所封信副所长泼洒汽油 封及时将他压制逮捕化解火焚危机 吴贤开车冲撞弟弟及弟媳 记者肖亚军翻社 分享吴贤朝警察破一公升的汽油 记者肖亚军翻社 分享吴信夫妻走在路上遭兄长开车撞击 记者肖亚军翻社 分享 警方调查民国一百年吴母去世 位在新龙路三段巷弄内的一楼住家 由吴信兄弟共有吴贤 67岁做生意失利 小他6岁的弟弟用房子向银行贷款给哥哥 但哥哥说没有拿到钱 两兄弟财务纠纷 分金额高达四百多万元 还闹上法院 由于弟弟提出付贷款证明 法官将房子判给弟弟 据了解 兄弟俩已发生多次冲突 前年行政执行署抢制执行时 吴贤坚持不搬家 还抱着瓦斯通抵抗 三个月后 行政执行署再度抢制执行 吴贤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 拒绝出门 目前房子属空屋 没人居住 27日 吴贤在开庭后 在房子向弄开车冲撞弟弟及弟妹 弟弟建车辆爆冲及时闪开 但妻子遭正面撞击 弹高约一公尺 重落地 头部 腹部出血 送医急救一度命违紧急开刀后 生命征向已稳定 住院治疗 吴贤开车逃离 将车丢在万芳路口换搭公车逃逸 吴贤今天到万芳医院探视妻子 发现一次哥哥身影 打电话给警察 新龙派出所封信副所长赶往医院 发现吴贤搭上计程车离去 一路骑警用机车尾随 在经过新海隧道后将车拦下 没想到吴贤开门下车 就向警察 泼洒一整瓶汽油 逢警说 当时全身都是汽油 为避免无点火 立即将吴贤压制在地 上铐逮捕 带回派出所侦办 警方调查 吴贤的塑胶带内装着两瓶宝特瓶装汽油 无视后 并无悔意 人认为司法不公 经证询后 被依照杀人未遂 丰害公务罪嫌宋办 丰害公务罪嫌宋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